你的主题是什么等等之类的 好 来 所以这里老师帮你们做了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我带那么多学生后我自己的感想 第一个 各位同学有头优位很重要 虽然它是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没有错 可是你的起头跟结尾要很明确 就像刚才那一部片子 起头跟结尾要很明确 不要说到最后就没了 那你后面的重点会是什么不知道 所以很多学生他在写剧本的时候 他很容易有头 可是尾巴就不见了 就是让人家不晓得你已经结束了吗 那结束之后重点是什么 当然结束可以是开放性的结果 没有问题的 可是你还是要有个收尾的感觉 所以有头有尾是很重要的 然后再来第二个 剧情要非常紧凑 要有节奏感 你们写出来的剧本 微电影最恐怖的就是你们都在脱袭 没有重点 这是真的 所以为什么要先从剧本开始看 如果有些同学连剧本都懒得写 你直接跳到脚本表是很危险的 因为跳到脚本表 其实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看得出来 你这一部片子 主要的重点是什么 其实要从剧本看才会看得出来 所以一般的 一开始光是在讨论剧本这一块 花的时间其实是最多的 你只要剧本出来之后 拆分镜都很快 所以剧本没有出来是不行的 了解 所以剧情的紧凑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要用分镜故意去带那些画面 有时候分镜多而没有剧情也很无聊 所以这件事要要懂 再来第三个一定要一段时间内发生 这个我超有感的 我之前带那个高中生作为电影 高中生真的是想法非常的天马行空 有一组竟然跟我说他要拍某某某的一生 五分钟哎 你要给我搞一生 我说什么叫一生 他说对老师我要拍那个 类似那种人物传记 从小到大五分钟哎 我说好了 那你是怎样 从几岁开始拍 他说小朋友的时候开始拍 小朋友找谁演 他说要弟弟妹妹帮忙演 然后要演到老 那老了找谁演 阿公阿嬷一起演 OK 你们知道吗 找演员最痛苦就是两种族群的人要小心 小孩跟宠物对动物 超难演 你看他在那边跑来跑去根本抓不住 所以我觉得这个太长太短了 对不对 你的时间很短 你没办法表示那个传记 你就一天短都一直在长大 所以没办法演出重点 所以通常都是一段时间就好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 也是一个学生 他那个是还没有到拍 他光剧本就被我退了十几次 然后他那剧本真的不退 因为他那一个比赛比较特别 是他要参加剧本比赛 他还没有到拍 他要先去审剧本完后 过了初选 才会进行到第二阶段进行拍摄 然后从拍摄里面再去挑名次出来 所以他的剧本其实非常重要 那因为那一个是学校端出去的一个活动 所以呢他会有一个主题性 就是要跟爱有关 爱 然后那学生写爱 爱的部分就是亲情的 他用亲情来带这个故事 写了厚厚的几张纸哦 然后我就看他是写亲情嘛 他就写一个女孩子 他妈妈单亲 单亲啦 就是妈妈是单亲 然后一个女生 他们从小到大的故事就对 跟他妈妈的一些故事 好 他第一页开始就先写女孩子就学的状况 然后呢 就学之后在大学遇到男生 遇到男朋友 OK 然后谈恋爱的过程 谈完恋爱之后准备要结婚了 我已经看到这里了哦 妈妈还没出现 亲情耶 然后我就教了学生过 我说来你跟老师解释一下 我已经看到这边了好几页了哦 你妈在哪 我就这样跟他说 我就说妈妈在哪里 怎么没有出现 你不是亲情吗 他说老师你再继续看 快要出来了 而且剧情非常的赞 然后我想说好好 我看完我看完 我再往后看 哦在订婚当天 女生订婚当天 妈妈穿得很漂亮的出席 结果突然昏倒 送医院血癌 死掉了 就这样 就这样死了 然后我又再把他叫来 我说你回来你来来 我看到这边 我知道妈妈已经走了 OK那 或许在当下那个场景的拍摄 会是感人的 但是 亲情在哪 你没有去铺陈那个亲情 你要铺陈说 妈妈很辛苦 扶养你长大 或是他可能做的工作 是比较辛苦型的 每天24小时都要上班之类 你要铺陈这一块 没有呢 我就把他退掉 然后反反复复一直退就对了 后来 因为来不及 他就没有在 他那一组就没有参加 可是那个让我印象超深刻的 听到我的意思吗 你们在写剧本要 把重点写进去 不要写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这个 很难拍 非常非常难拍 然后他有一组要写外太空 就是 就是那个 那个时候什么 来自星星的你 剧还蛮红的时候 他就想要用外太空 人会飞到外太空去 OK我就叫过来说 来 你跟他讲 你外太空要怎么呈现 是不是你外太空要有那个景啊 那个场景啊 我们可以用去背栏目拍 OK 可是你后面那个场景 要怎么呈现那个外太空之类的 讲不太出来 学生讲不出来 后来也被我退掉 我说不要 你就拍台湾 跟你们校园能够发生的事情就好了 你不要到其他不同的世界 或几度空间 那个都不一样 因为你们 没有能力去做后制那一块 你没办法拍 或是制作那个场景出来 你都不能都是黑的吧 都黑的人要演戏不行啊 所以 就是你们在想剧本的时候 都会是天马行空的 但是他能不能被拍摄 跟他的紧凑度够不够 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听懂老师的意思吗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像你们看这一部戏也是 刚才给你们看那一个 记忆围光这个 这个我也印象很深刻 是他当初第一批剪完的时候 这一段这一部 他现在是9分43秒 他这一部一剪完的时候 大概是将近20分钟 那我先看初剪过 我看完之后 故事内容还不错 他讲的是 就是类似那个爸爸有点失忆的那个状况 然后阐述那个亲情 我觉得那个概念是ok的 可是他演的快20分钟 然后很多的镜头都在托戏 托戏的意思就是他为了要 表达就是开门 开个门要搞五六秒 2秒就可以开了 就拍开这样就好 他不是要跟他人走过去打开 然后人再进来 那就是托戏 那是非常非常托 所以我说你这一部片子要剪 所以我记得我跟他讲说要剪辑 一定要删 删掉 删完之后我看了第二版是15分钟 还是太长 还是脱戏 然后再剪 剪到最后你们看到这个版本 9分钟多的时间 所以他其实还是长 还是有一些没有非常的漂亮 可是有些环节为了要保留下来 阐述整个故事的完成性 那就没办法 所以就把它留下 这里没有空自己再看 那至少现在这个版本会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发现学生在做围电影 你们最容易的状况就是拍太多 然后觉得拍了好可惜 都要全部留下来好了 不要浪费 然后你的剧就变得太长了 这样知道我这意思 所以这个是在前期的时候 脚本设计你们一定要记得的重点 因为这个真是太重要了 这样了解吗 好这是观念 这是观念的部分 好那脚本写完了 剧本都OK写过了后 都没有问题了 来我们就开始进行拍摄 就要开始正式去拍摄 那拍摄的部分的话 因为不好意思 因为台中真的比较远 我没有扛设备来 不然的话本来还有那个栏目 跟反光板 对台北的课我才会扛 因为我开车 台中你叫我坐高铁扛那个来 我会疯掉 所以老师就没有打设备带过来 那设备的话 有那些设备会帮助你拍 会更好拍来 就是至少拍的时候会用得到 老师等一下会解释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你们如果拍你们会用什么设备 手机吧 相机或手机对不对 大部分相机跟手机 如果是相机跟手机拍没有问题 但是很重要一定要脚架 脚架真的很重要 软体可以修晃动没有错 微量也可以修晃动 可是呢 与其后置修 不如拍的时候就把它拍好 因为晃动感会让你的影格会掉 所以看起来会糊糊的 或者是会有那种马赛克的感觉 尤其是快动作型的 快动作的时候 它截取画格会来不及 所以你就会发现影像 看起来会脏脏丑丑的 解析度高 但是还是看起来 不是这么的顺畅跟连贯 那个是因为速度太快 那截取画格数来不及的关系 所以脚架很重要 就是要稳定 那拍这个时候 通常不会是快 要慢慢拍 而且要慢慢拍 来 那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个是干嘛用的 你们觉得 对时间 对 对 我们刚刚不是说要写分镜表吗 对不对 你分镜表写完之后啊 我们在拍的时候有两种 两个因素是最难掌控的 一个叫演员时间 这个红的 来只能来两天 不可能找不红的 假设这样 所以你演员的时间 你要能够敲好 不是说他有空 随时都会standby 在旁边让你拍 那当然就是要讲好了 所以如果那个演员 好不容易今天有空 全程来拍摄 你就要挑出 所有场景里面 这个人的镜头 然后在这个场景表的地方 要写第几场地几幕 你到时候剪辑的人 他回去看 他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画面对应的是哪一个 时间点 他剪辑比较好剪 那不然他要去看内容太难了 知道我这意思吗 所以这张这个镜头 这张这个长期版 他主要用意是第一个 辨识你现在拍的这一段影片的场景 属于哪一段 方便给剪辑是用的 而且吗 结合这个功能吗 第二个就是跟人家讲 欸许准备开始 有没有 欸许就按一下 就是让人家知道 就是开始拍了 好开始拍了 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你发现场景版都是黑跟白 为什么 校色 很重要 校色 如果我现在的环境在餐厅 餐厅全部都是黄光 那黄光的话 其实我拍出来的人脸会偏黄 那校色是什么 就是摆平衡 颜色 调颜色 调电影颜色 你在调电影颜色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你的颜色偏黄的值 偏了多少 我们就会用长期版 你就像你们如果去拍什么 协生纪 互婚纱 他在拍摄 他一定会拿一个色卡 在前面拍起来 这些色卡就是校色用的 他要叫你现在当下的环境的颜色 所以这个版子 你就会有白色的区块 白色的区块在软体里面 我只要点低管 点白色 白平衡的概念是指 在这一段影片里面 哪一个颜色 哪一个画面 是本来就应该是白色的 他用低管去点那个白色的地方 他会自动去叫 如果他的白色偏蓝 他会把蓝修回来 偏黄 他会把黄修回来 所以整段影片的 黄色调或蓝色调就会修正 听懂吗 他是校色用的 所以他这个版子其实很重要 那同学 如果你们找不到这个版子的话 没关系 你们可以拿那个纸啊 A4的纸有没有 干净的纸就好 因为校色其实是叫白色 不是叫黑 他是叫白色 一般是叫白色比较多 那黑色也有人叫 就是看你 所以你可以拿一般的纸 一般的纸 或是你自己去做 黑跟白两张纸就好 那自己用手写 也可以 不用手机 手机有那个APP 长期版的APP 真的有 你去抓 然后你就到时候在上面手写 然后就可以把它拍下来 这样就好了 所以不一定要真的去买这个板子 就是木头的 不用不一定要去买 所以这家长期版 他拍摄是有意义的 很重要 好 来这个 反光板 我有买一个反光板 就长这样 我买的是这个 然后这反光板的好处就是打光 像例如说我们拍室内 室内光源其实是不足的 像我这个画面 这个位置 这边是没光的 所以如果你们摄影拍我 其实我的脸会是暗的 这样知道吗 但是如果我走到这里 有没有 他这边是有光打下来 看到 OK 老师这边有一个光打下来 他将光打下来 所以我会变亮 但不对哦 不对哦 打下来之后 我的脸会更惨 因为会一半是曝光 一半是阴暗 这边是曝光 这边是阴暗 所以那时候反光 那一个板子 他就要打光 他就要拿的 这样子从我下面 这样去打我的 下面阴影部分 听懂吗 所以你们去看那些 韩剧的幕后花絮 你会发现两个人在接吻 很浪漫跟甜蜜 对不对 没有 这两个是男女主角 所以他们两个人 假设两位在接吻 假设 你会发现旁边都是这样 拿了好多板子 这样让他打光 因为要让他的脸看起来很凉 所以 一点都不浪漫 就是吧 等于你们要接吻的时候 旁边都是一堆人这样靠着你 然后打那个光 所以打光的话 就是用反光板 他可以把光线反射过来 然后这个板有分 像这一种颜色光光 他就打出来是黄光 这个打出来是隐私银色的 所以银色打出来会是冷光 冷色系的光 我们就看你当下的环境去调色 然后这个这是遮光板 遮光板的意思就是说 好我问你们 录影的时候 什么时间录影最好 去拍影片的时候 哪个时间点最好 正中午吗 光线最够 还有呢 凌晨五六点 你知道演员很辛苦 不要轻易走这一行 真的 三点就要起来书画了 三点 然后呢 你大概五六点天要刚亮 微亮那个时候 那光线是最好的 然后像那个阴天 有一点小雨的也是最好的 因为他拍起来的光线 都是很柔和很漂亮 等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个 分镜的那个 我等下会给你们一个档案练习 我那一天拍是下雨天 其实他是在淋雨拍的 可是你会发现光线很漂亮 那正中午是最不好的 因为正中午光线就是这样 不平均 听懂吗 正中午光线是最不平均的 所以正中午他们就躲起来了 可能去拍室内景 那早上的时候跟傍晚的时候 跟一开始凌晨的时候拍是最漂亮的 那光线是最柔和的 知道吗 整个皮肤肤质看起来会是最好的 所以拍摄其实很辛苦 他们都很爆肝 那就是早晚拍 然后中间休息这样 那中间拉到其他景去拍 所以其实都一直在拍 所以这是叫反光板 反光板 那如果你们以后要自己拍 其实反光板没有很贵 400多块而已 网路上虾皮就可以买 淘宝跟虾皮就可以买 如果真的是cost down 怎么做反光板 对啊 习波纸 去拿那个自由回收的板子 然后习波纸贴满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反光了 知道吗 就习波纸就好了 好 来 这次是反光的 来 那我要教一下你们录的方法 好 这个 有在手机吗 把手机拿出来 不好意思 因为你们学校是软体广播 所以老师没有办法 让你们看到我手机投影的画面 我只能区块式讲 好不好 来 这一段我要教你们什么呢 到底要怎么去录影 通常来讲如果我们要拍啊 一般来讲用手机就好了 其实手机现在都有支援 像我是用iPhone iPhone都支援到4K了 4K很大喔 知道吗 不要用Full HD 用4K拍它的画质都会非常的好 可是你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智慧型手机或相机 在录影很危险 因为他们太智慧了 如果是拍照没有问题 拍照的话因为拍照是一刹那间 你只要对焦跟光线测光调好就没事了 影像不是 影像是会动的 在录影的时间它是会动的 当你一动之后会被两个东西害死 一个叫做人脸辨识 智慧侦测 物件的对焦 你的对焦就会跑掉了 所以像我如果要录影的都是脸喔 老师的iPhone这样拿过来的时候 他就会一直在对那个人的焦 对焦对焦 然后有时候会悟掉清楚 这是不可以的 知道吗 第二个叫测光 以光源来看这些地方是暗的 老师如果这样转 不是老师走到这里 光线突然变亮了 对不对 突然变亮了之后 哇 他就完蛋了 他光线就这样闪一下 你会看到那种光 会这样闪一下 就突然没有 那一种光线 各位也不能解 他没有办法修 就是把它解掉 应该说不能修 不能修 他只能把它解掉 听懂吗 所以如果你用手机拍摄 就有个功能要打开 内建的ADP就有了 所以我要这样的怎么 有那我要分区域交 我用相机功能 你们这一区看到 用录影 我们如果要让手机的 对焦跟测光自动被锁起来 固定 也就是说你现在 如果要录一个场景 你先抓好你这个场景 想要的测光点 跟焦距的位置先抓出来 抓出来之后 把智慧的功能拿掉 拿掉之后你录影 它的对焦跟测光会固定 叫固定的很长的力量 它会卡在那边 所以你录起来的画面 它就不会一直这样 闪动闪动闪动 听懂老师意思吗 因为这个很麻烦 怎么做 这一句看得到 用内建的不是ATB的 不是特别要装买它ATB 用内建的就可以了 首先来例如说 她是女主角 老师先对到她 对一个同学 我先对到她 门路的时候先对到她 对到她之后 是不是有一个 对焦OK的跟测光 这时候老师 如果要高一点就要高 确定好没有问题后 常爱注比较高 看来就这样 自动曝光跟自动对焦处定 这部分很重要 你把它打开了之后 你不管怎么转 它光线都不会闪 然后它也不会在人里运势 等于说 你现在当下的场景录起来 就是最漂亮的 会吧 常爱注就好 然后你录完之后 点一下就是漂亮的 OK 有一观 有有 然後點一下就可以學校 錄影要這樣錄哦 很重要哦 Android常按住啊 有啊 立體就變了 Android會變成AE跟AF鎖定號 那個iPhone一定有 Android的話要看機器 因為它必須要硬體支援 硬體某一個功能有支援 我記得什麼什麼陀螺依還是什麼東西 它要支援台特意 所以Android有可能會沒有 Android要一直長按住後啊 會出現AE跟AF鎖定 AE跟AF鎖定那是Android的 iPhone鎖定就能幫忙越來越懂 好 例如說老師最好的 這一個教訓最好的 我要拍這個讓我們對好它 然後我希望整個錄影的時候 就是光芯跟這種教訓的感覺 然後錄的時候 自動褲方自動對向 你看怎麼動哦 它光線都不良 你看這麼暗 它光線都漂亮 很好用 你看上面那個褲哦 可是它還是透的都有啊 然後你取消點下去 你看這樣子嗎 這邊 你不可以拿紙次錄影要拿橫的 錄影要拿橫的不能拿紙的 為什麼 對不對 因為你到螢幕上 你到電腦裡面的時候 是很像是啊 不要拿降錄影啦 降錄出來你知道是什麼 齊帶 你只能怎麼看片老成現 齁 好啵 是直播籃 这个 直播相像怎麼做 直播你只能做雙雙格 或者想辦法放大 放大你開的人어요 你就變大 隨便要證明 這邊來 剛剛老師講的就是這個 看幹嘛 這裡來喔 扁一個物件 就是你要確定要扶這個光線跟這種焦距的感覺 然後後面的時候 常常你就是這樣 自動曝光跟自動對焦之類 鎖起來之後你就可以動了 你動的時候或是要一臉拍 它的上面幕後應該燈光會閃一下 整個後面會閃 它沒有閃 然後下面是暗的 它也沒有閃 那你懂嗎 這樣錄起來效果就是最好的 等一下就好 OK OK 有嗎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來這邊 例如說我拍攝的時候 我可能要拍旁邊 這樣 好 過來看 好 老師如果要拍攝的同學 那我們一般是對焦跟側光對不對 對好之後你可以拉高度 讓它比較亮一點 好 我確定要錄它囉 我就錄影 然後長按住 長按住 一直長按住喔 好 出現這個 自動曝光跟自動對焦鎖定 這時候如果我往下按的喔 它也不會變暗 你往上高的 過曝它也不會突然間閃一下 都不會有 後面就不會閃 你知道嗎 然後你也不會說遇到人臉的時候 你看遇到人臉的時候 它也不會有那種 對焦那種 鏡頭潤硬錄到的效果會出來 這就是錄影的時候要用的都沒有 然後再點一下後 它就可以取消了 對好 老師 先按錄影 然後再去 長按住 長按住 對 可是你要先自己抓好 例如說你要先測光測好 先測好光 OK 後才長按住 OK 它就出現了 對 看到嗎 它其實已經在錄了 然後前面再把它剪掉就好了 然後點一下就取消了 這個很重要喔 知道嗎 這錄影很重要 然後你們錄影的時候手機拿的方向 記得剛好是這樣 不要拿直的 拿狠的 除非你故意要拍一種情況是 我看過一部MV 那叫什麽 炎絕是不是 它的MV是白天晚上 彩色黑白 往前後退 聽懂老師意思嗎 那它就是 譬如說我站在這地方走 它另外一段就是這個地方的後退 它故意要凸顯兩個的那種 不同世界的感覺 那這時候它拍的時候 它就可以拿直的這樣拍 聽懂嗎 可是因為你拿直的這樣拍 我們電腦最後呈現 它是橫的 變成你的直式 只能夠這樣放跟這樣放 可是你記得喔 你這樣放跟這樣放的時候 你這邊是長的 你勢必 上跟下被剪掉 聽懂嗎 你的影像不會是滿版 所以其實就算你要拍雙窗格 老師像每一招技巧 你要轉過來 然後呢 去找那個便利貼 對嗎 便利貼 便利貼知道了 然後你就故意給它貼一半 這是個技巧 貼一半 然後你這一半拍的時候 只要讓它附近就好 等於是它的人都要在那一半格裡頭 聽懂我這意思嗎 然後拍完之後 就是把所有的鏡頭都拍完 拍完之後 你在做後置合成的時候 拿掉左右放 就會剛剛好滿 不會浪費鏡頭 不會讓你的鏡頭上跟下要剪掉 或是放大跟縮小 聽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你們常常都是拿直式的 然後跟我說 老師我可不可以把畫面放大跟縮小 你要想要如果我這樣錄它 它那麼就是又說我錄它 然後它在專心在寫東西 結果錄的時候是滿的 尷尬了 你現在拿到電腦裡面 你勢必要讓它的頭跟身體切掉 因為你要放大 聽懂嗎 那如果你不放大 你是變成直式的影像是橫的嘛 直式只能這樣 你左右兩邊是什麼 黑色 那這樣門簾是裡面 左邊右邊是黑的 有些東西就覺得太浪費了 就去打個字 打個字 然後就很醜 墓碑有沒有 很難看 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拍的時候 原則上就要是橫向的 是比較適合的 不要拿直式 OK嗎 不要拿直式 不剪輯拿直式 我不反對 可是如果你需要剪輯 盡量不要 那當然直式影片 它還有它的存在的一種 一種情況 就是 微淡它有支援一個格式 叫直式影片 就是9比16 我們是16比9 我們還有支援9比16 可是9比16的影片 只適合放在社群平台 FB跟YouTube 你做完之後 你就是用拍直式的 拍完之後 你上傳到FB 或者是上傳到YouTube 在YouTube跟FB看的時候 它會是直的 可是在電腦看 一定都是橫的 而且會有左右黑的 那那個是 前一陣子 它就是格式剛出來的時候 我有看到一些廠商 為了要讓我們拿手機看影片 方便 它就做成這種直的 但是說實話 沒多久就不見了 我所謂不見 是很少其他廠商跟警 代表著它會被限制 因為聽者的範圍 我就只能夠拿手機的部分來看 我回到電腦端 它還是變成左右沒有 那或者是我在這個地方播放 它也是左右都沒有 也不適合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要看你的影片的屬性 來做決定 目前最大宗的還是狠的 好 今天這要搞懂 這樣分明 可以了齁 再來 然後我們在拍影片的時候 剛剛老師教你們 第一個鏡頭要會抓 所以方向性很重要 再第二個就是如果你要有動的 如果要有動的 就要側光 跟對焦 然後把它鎖定就好 那Android的手機可能要注意喔 iOS一定有 Android的咧 剛剛有幾台可能沒有 沒有的話真的 有什麼方法可以讓它有呢 只有一個方法 叫換手機 你要去買新手機 沒辦法 因為它是跟硬體有關 它不是軟體的功能 它是硬體 那以後買手機的時候 就記得先按看看有沒有這功能 再決定要不要買 沒有用 它是硬體 它是硬體 它是硬體支援度 APP都沒有用 這樣OK嗎 老師這個注意一下下 好再來 那我們在錄的時候啊 因為我們都是拿手機在錄影啊 老師有幾照要教一下你們齁 如果我在拍攝的時候 我們有幾個鏡頭 等一下我會教分鏡齁 拍攝的時候 在拍攝這個領域裡面來講 鏡頭分的十幾種 我那十幾種講完你們就累了 我也很累 這樣OK嗎 所以我通常在戴的時候 所以我跟學員講 你在拍你就不要管那麼多 你就記得有三個鏡頭就對了 第一個叫遠景 中景 跟特寫 OK 就這三個就好了 等一下老師會解釋這三個鏡頭 是什麼意思 那我們先看回來 我拿手機在拍的時候 有幾個重點 那怎麼拍 第一件事情 剛才我們講說方向性沒有問題囉 再來第二個 老師如果要拍攝的時候 第一個如果我要拍的是這樣的鏡頭 一般你們是不是都手拿著 然後這樣子拍對不對 你們決定這樣轉 它不會晃嗎 會晃喔 所以有一種硬體設備叫三軸穩定器 有沒有聽過 對 如果你常常拍你可以去投資 我自己有買啦 我也不好意思都沒帶 都很重 我都不想帶 等到三軸穩定器你拿著後 它就會走路的時候它就不會晃了 它會是很順的那一種 了解嗎 如果沒有三軸穩定器怎麼辦 誰有那個識別證啊 那個一個長長的那個 有那個東西的嗎 或是側背包 有這種東西的嗎 對對對 借我 這邊是鐵鏈欸 我們要借力實力 側背包也可以喔 側背包是好 側背包 有一條那個側背包的 假設你現在拍一個鏡頭 要這樣子轉 可是你又很怕你在拍攝的時候 你會這樣 一般可以開隔線功能 你對隔線 OK 然後記得喔 在拍影片的時候啊 只要有移動的一定要慢 比我們眼睛看的還要慢 因為為什麼要慢 我解釋那個邏輯喔 以影像來講 像你們在設定iPhone 或者說Android手機啊 它的相機功能裡面有個工具 叫做拍攝的解析度 例如說1920x1080 後面會有個30p 60p 有看到這種東西嗎 對那個p是什麼 p叫化格率 畫格率的意思是指什麼叫影片 影片其實就是我這樣子錄的時候 雖然你們感覺叫錄影 但是呢 對於技術來講 它意思是指 1秒鐘拍多少張照片 其實錄影是拍喔 1秒鐘拍多少張照片 它是截取的 所以如果是30p的意思代表著 你在錄的時候 這個鏡頭 1秒拍30張 它就會拍拍拍拍拍拍拍 拍30張 那你要想喔 我從這裡過來 假設這樣一秒 它的30張是分散在這個鏡頭 所以它就會有點快 速度 因為你每一張接要漂亮 它就會這一張到那一張位置多了 它接起來就不是那麼的好 但是如果我的動作是慢的 我給它時間緩衝去拍 所以我在拍的時候就慢慢拍 很慢很慢 那它是不是在這個時間點花了很多秒 它擷取的畫格是不是就很精細 所以你要想嘛 我在一個定點拍照片 如果是移動的時候我拍30張 那30張應該要延續這麼長的時間 跟30張只要這樣子 它這樣短的時間是30張接起來就會很漂亮 因為細節就會漂亮 聽懂齁 所以為什麼錄影要慢的原因在這 除非你拿著設備可以一次截取到60張 像空拍機 空拍機它必須要在上空 而且要動作式或是GoPro GoPro它必須是動作很快的 這一種的畫格率都一定要高 它如果是慢的 你出來的動作就會很怪 就好像那個畫格會分離的感覺 就不是那麼漂亮 所以除了看解析度之外 還要看畫格率 聽懂嗎 畫格率很重要 大家都不看畫格率的 李漢最近前陣子拍一部電影 她說她要嘗試用120個畫格率去拍 所以你想120格動作武打片又加4K 很厲害 它那個武打片的細節就會很漂亮 所以它這兩個都越相乘 不是只有解析度 你們還要看畫格率 聽懂老師的意思嗎 像我買相機啊 我除了看你這台機器可以拍到多少解析度之外 我還會順便問你畫格率是多少 對 因為如果你的畫質非常的高 可是你只支援到30 我去騎車 那些30以下就不夠了 所以我就要買到高的畫格率 這樣 OK 聽懂齁 這是觀念 好來 那如果我要這樣拍 除了慢之外呢 再就是穩定 可是我如果手會刺 就是老師我開了格線 可是我拍起來還是會這樣 欸 會刺 有沒有 怎麼辦 來 這個很好用喔 你拿掛著 然後看你的手 習慣像我這台機器是這樣 假設我這樣拿 就是看你的手勢 然後我的鏡頭在這裡 所以我用左手拿 好 這個大拇指勾起來 人體原規 聽懂嗎 人體原規 就是真的喔 人體原規 我自己是原規那根針 半鏡 半鏡 它的半鏡是固定的 我這樣轉 它會很穩 真的會很穩 聽懂嗎 這樣轉它就會很穩定 所以你就這樣拍 然後按拍攝 然後這樣慢喔 要慢喔 慢 很慢這樣過去 它就會是在一個弧度 拍起來是OK的 聽懂嗎 所以如果你們在外面看人家拍攝 有大媽戴這個 然後又這樣拍 各位它是專業的喔 因為怕你們看到的是我 知道嗎 你要是專業 專業才懂這個東西 那是攝影師教我的 我朋友他們攝影師 專門在外面拍 說真的沒辦法 就要這樣拍 就是這樣拍 看懂意思嗎 然後你拍起來 穩定度就會非常的好 然後再來第二個 走路咧 走路也可以這樣拍 可是走路它是上下晃的問題 這是左右 因為我在拍攝的時候要這樣動 所以它是左右晃 你走路是上下 走路真的比較難 所以他們走路跟我說 因為我攝影師朋友他們都男的啦 然後就很胖 很壯 他們說下盤要穩 我沒辦法 他們說下盤要很穩 然後要馬步 對 有點馬步的方式走路 他們是這樣子的喔 在拍 可是那個要練過我覺得不容易 所以我教學生拍 我都跟學生講 你們拍的時候盡量不要跟自己過不去 就是你不要有移動的鏡頭 我們盡量設計成 我的鏡頭就是固定在這兒 人進來演戲 覺得懂嗎 人進來演戲 這叫入鏡 入鏡後演完自己出去 鏡頭都要固定 知道我的意思喔 這樣拍是最好的 因為你不會牽涉到你要移動 像我們剛剛講這一個 這是真的沒辦法 可是你知道攝影棚都用什麼用嗎 他們都借那個滑軌 他們都有滑軌軌道的 要滑軌道 就跟演女鬼知道嗎 演女鬼要怎麼演 女鬼各位知道嗎 女鬼不是攝影師動 就是女鬼自己要動 然後女鬼他們是站在一個很像那個 那個叫什麼 滑 滑 滑板 對 滑板 它站在滑板上 站著 然後這個滑軌有沒有 在下面這樣拉 拉它 然後那個女鬼就會這樣動 代表老師意思嗎 可是它借力死利的 然後在學校拍啊 因為沒有那種滑軌 我就會去圖書館借這個 很好用啊 這個會滑的 你就讓攝影師坐在上面 如果我們要拍一個鏡頭是這樣 帶過來 然後男主角在這邊 停住 這就很好用啦 你就進一台 然後就從這邊 開始 這樣慢慢的動 聽得懂嗎 這是真的真的 然後過來之後就對到男生 所以你們要想辦法去找一些工具來幫忙啦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很好用喔 就是側背包 側背包更好 因為這個其實有點勒 你用側背包的話 半徑比較長 你這樣拉起來 放著 這樣動會更好動 對 你拍就會很好拍 所以這是技巧 朋友可以把它學起來 然後動作一定要慢 拍的動作一定要慢 OK吧 再來 分鏡怎麼分 就是拍攝技巧喔 你們這個會的拍起來就很棒喔 分鏡怎麼分 我要找一個導演跟攝影師來幫忙 誰要當導演 誰要當攝影師 導演 攝影師不對 演員跟攝影師 有要當演員了嗎 沒有 只要起來走路這樣就好了 不用講話 我要看一下你們分鏡會不會拍 我要叫你們拍分鏡 沒有啦 我自己叫喔 老師來 謝謝啦 多謝你來 幫我拍 講色喔 講色喔 OK 好 老師你只要做很簡單的動作就好了 等一下喔 老師幫我們就是他只要這樣走 你待會兒老師的拍喔 好 因為我要叫他們撿 老師你只要這樣走過來 走過來 然後椅子拉開 坐下來就好了 OK 就這樣動作就好了 好 要很快嗎 慢慢慢慢慢慢 你要怎麼拍 老師要從這邊這樣 對 你是導演你要跟他講 我順便教他怎麼拍 第一個 拍攝的時候所有的動作命令由攝影師出身 所以攝影師要跟他講 例如說走過去怎麼走 你要跟他講怎麼走 然後等一下拍的時候攝影師要行Action OK嗎 就是你要講中文或什麼都好 反正就是說開始也可以 平常喔 然後開始或Action 講的時候 我問你們喔 是先按一下攝影機才講 還是講了才按攝影機 先按攝影機 對 先按再講 知道嗎 因為先按了後有些手機比較爛 它速度比較慢 它要緩衝時間 知道嗎 所以你一定要先按下去才行Action OK 好 阿你跟老師講要怎麼走 你要對他講對不對 對 OK OK 沒關係你拍阿 因為我會跟你講怎麼拍 會吃好看的 來 你跟他講老師要動作 OK OK 好 不用對焦那個沒關係 就自己按住就好了 對對對 不用那個鎖定沒關係 Action Action 我現在沒有辦法拍照 老師這樣拍 同學的拍法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它這樣一鏡到底 是不是 所以你這樣拍的方式會是什麼 你怎麼拍都拍到老師的屁股 因為這樣整個鏡頭是不對的 那通常你們拍你們都會這樣拍 知道老師意思嗎 都會這樣拍 可是真正在拍影片的時候 是怎麼拍的 對 是分器 我拍一次給你看 謝謝 老師你要做好幾次喔 哈哈 來請對不對 其實應該從門好了 我們從門 從門因為要有動作 要有動作 你等一下從外面走進來 然後門打開後關起來 走過去然後回到椅子上坐好 就這樣OK嗎 好來 首先 老師怎樣 首先我要跟妳解釋一下 第一個 那個攝影師喊聲音要大聲一點 我的聲音要大聲一點 因為妳要讓她聽得到動作 所以記得 以後錄影的時候 攝影師的聲音要很大聲 然後 她 她會聽到命令 然後再來第二個 她在做動作的話 只要攝影師沒有喊停 妳就不能停 知道嗎 為什麼 就像接吻戲也是 接吻戲也是 接吻戲其實很磨人的喔 攝影師沒有說停 妳還要繼續輕喔 妳要一直輕 一直輕 那為什麼她不喊停 她不是在搞妳 不是 是因為她可能需要鏡頭最後 例如說好 為民服務 可能這個警察幫民眾做好很多事情後 然後最後她回到工作 就是回到那個位置 坐下來 打電腦 我們想要把那個畫面留下來 所以我鏡頭會留那個畫面 她還在打電腦 不是照片喔 是影片會動 我會加油交 為民服務 警察服務專線 0800什麼什麼什麼 有沒有 有看到這種鏡頭嗎 很多喔 可是她有沒有在演 還在演 那個時候就要溝通 我就要跟她說 我等一下這個鏡頭會停久一點 妳要等我講 一般來講的sense都是 要等她說咔妳才能夠咔 這件事情OK嗎 再來第三個 拍攝的時候演員 鏡頭不可以看 妳都不能看她 不可以看 妳就是演妳自己的 妳要沉醉在當下 對不對 不然那個只要看鏡頭都不對了 然後看鏡頭的話 有一種會看鏡頭 有一種劇就是 鏡頭在前面 人往前走的感覺 碰到她 還看到這種東西嗎 不是往前衝的 她就會看鏡頭 因為不然她會衝到她會倒 然後像這一種的話 如果我的鏡頭在這裡 假設在這邊 我人要營造出走過去的效果 你們會怎麼演 你們都是這樣走 然後就閃過來了 妳的鏡頭就會變成是閃過去 不行 她真的就是要衝 然後到鏡頭後停 她自己要停住 所以常常會 不小心撞倒攝影師 或是撞傷 還蠻容易有的 如果要拍這種鏡頭 要小心 然後還有一種是 放地上的 放在地上 我們要營造大學生 很多學生 往前走 這種鏡頭有看過吧 然後是比較低的 她可能從很遠的地方走過來 這個時候要衝喔 衝的時候再來呢 要跳過去喔 如果你不跳過去 你就把鏡頭給踢掉了喔 所以這個是大家拉好 然後跳過去 最後鏡頭再把它剪掉 所以你們很多鏡都要先講好怎麼拍 表現嗎 大概是這樣 有問題喔 好來預備 然後我的鏡頭 然後拍法是我會給她位置 就是例如說我把那個位置定好 她進來演戲 然後什麼叫分鏡 分鏡的意思就是拍攝的時候要拍很多次 因為你要擷取到不同的鏡頭 大家老師意思嗎 除非你有多機 多機就兩台機器一起拍 下午會再講多機 因為我打有多機功能 不然的話就是她要演好幾次 尤其是對話最恐怖 你們兩個人講話要講好幾次 你想看看 那個情緒怎麼營造 而且是哭戲的時候 哭到沒人 要講好幾次 聽老師的意思嗎 所以有時候多機是必要的 因為那個情緒有問題 好來 那我們看一下多機怎麼演 等一下老師 拍完之後 剪完你會發現她像偶像巨男主角 我真的真的真的很好 很好用 多機真的很方便 大家 然後我會 我等一下問你們我要怎麼拍 我鏡頭要怎麼取用 因為她有技巧 來 我那一點下去 你手要 動作要擋 你這個動作要擋 然後拉 又要拍這個 拉 然後過去走 然後因為她是玻璃門 所以你走進去後 你要把動作做完 我喊看你再看 因為你如果走到裡面 你馬上停了 鏡頭會拍到 知道意思嗎 所以你拍 再來 你剛才有個動作 拉完之後 你有這樣喔 你剛發現嗎 你有這樣撥一下喔 你要一直重複喔 好 你要進來你有沒有動作喔 哈哈 你懂沒事吧 因為要聯繫啊 哈哈 蛤 你是左手右手要動力喔 兩倍 沒有 不要拉開了 好 好 老師現在拍了一個 我要一個鏡頭 是她走過去 人走過去的感覺 第二個鏡頭是拉開的感覺 OK嗎 請問你們第三個鏡頭是甚麼 進來了 進來了 OK 兩隻麻煩後外面 進來了 所以是怎麼樣 記得喔 分鏡是甚麼 等一下我們在剪影片的時候 分鏡就是上一個動作一半加下一個動作的一半 這是重點 上一個鏡頭的一半加下一個鏡頭的一半 所以你要聯繫知道嗎 你拍的時候鏡頭都要先抓好 等一下剪輯的時候 雖然拍很多 剪的時候只有一點點 這樣OK 可是就是每個動作的一半 每個動作的一半 好來 預備 比較有動作 按續 好所以我們相本已經打開了對不對 再來呢 下一個鏡頭你們覺得 走到那邊 走到那邊 來 從本進來的時候 它是在這樣走過來 所以我要這樣拍 好我拍 老師現在在那邊營造一個空景 我現在沒有拍到它喔 我營造一個空景 我要讓人走過去 然後你等一下走 你像我的時候 你要小心不要撞到 就是不要直線隊伍 你可以從我旁邊這樣 好 不要有那種閃的那種感覺喔 來預備 H 卡 聽懂嗎 OK 再來咧 你再一個鏡頭你們覺得在那裡 這裡還可以走一下 來 往那邊 往那邊 因為它要走過來 對不對 你要記得高度喔 因為演員高度每一個步驟 所以那個高度你要抓好 要不然有時候你們拍子有拍到 再一半不行 那這個高度要抓好 來 來 你拉不拉椅子 不要再轉 好 那個如果有自入性行銷這件事啊 老師教你們 如果是自入性行銷 假設我賣椅子 譬如說廠商跟我合作 很多片子的廠商會跟你們合作 他們都會說 沒有老師幫我拍一個 我們要賣椅子 幫我自入一下椅子 要怎麼自入 唉 老師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就會這樣做 自己直接拿槍大刀 等一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卡到了 好 如果要自入性行銷 你一定要拍到那個廠牌或東西 所以我 例如說我在拍跟進的時候 我就這樣過來 景點員 手放著 然後拍tag手放著 拉 好 然後後製影片的時候 就拉出來的時候 暫停 評格 打字 什麼很好拉 然後讓你人生非常順利 什麼之類的 聽懂我一下 你就會加一些文字 手放著 他就這樣拉出來 然後停格 停著這個人坐下來 再繼續做後面的事情 自入性行銷 要可以這樣用 就是產品 像我們喝水也是 你要把那個牌子 我坐下來的時候 我一定是手 tag這一個 手過來 拿起來 ok 然後再tag這樣喝 然後那個logo一定要出來 你看廣告的飲料不是這樣嗎 就logo要出來 然後喝 然後喝的時候 他加音像 呼嚕呼嚕的音像 代表水很好喝 其實他已經喝了四五次了 快吐了 可是還是要這樣喝 董老師一直 所以那些細節就要拍進去 不然很快就沒有 那些細節要留 來 讓我先去想一下要怎麼做 好現在已經走過來對不對 所以要做囉 你們覺得咧 我要到那邊 來 繼續 好可以 我抓一個鏡頭 是不要讓他進來的 我根本就是空井 好預備 欸你們是演員都會入鏡喔 你們就做你們的事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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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這邊是一半嘛 所以我還有一個在拉椅子的 但是 你要到正面 預備 就是走過去拉椅子這樣 好 鏡頭 等一下會有特寫喔 預備 開始 咖 特寫太低了 直接跟他重拍 哈哈 不好意思再一次 最後一段了 來 後面都會進來喔 好 預備 開始 Cup 目前聽得懂嗎 OK 就是這樣拍 很辛苦喔 走個路而已 搞那麼多鏡頭 可是等一下剪完你就知道 真的就是偶像劇 真的 就跟演員都沒關 我覺得分鏡真的很重要 剪出來下午就會差很多 目前OK嗎 我打扣給你們了 馬上可以扣出來 好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回到畫面 像是我的畫面 來 回到畫面中 我們看一下 鏡頭其實分三種 那因為我們剛才的拍攝只能夠在這個畫面中拍 所以我沒有辦法給你們太多的遠景 中景跟特寫 那我這個說明一下 其實通常在拍攝的時候會有分這三個鏡頭 我們看一下這支影片喔 中景 鏡 算特寫 然後他們現在偷窺人家有沒有 這是特寫 所以你發現其實鏡頭是有好幾個鏡頭都在一起的 是靠剪輯的 但是他拍有可能一次拍是一汽車程拍好嗎 不是喔 他是靠剪輯的喔 知道嗎 所以後製很重要 剪輯很重要 好 來 所以這是有三個鏡頭的混搭 來 我們看一下 什麼叫遠景 剛才我們在看那一部片子的時候 所謂的遠景的意思是指 你要讓人家知道發生什麼事 在哪裡發生 時空 地點 就是公眾距離 時空地點 時間 白天晚上有沒有 或者是說在某一棟建築物裡頭 這一塊都是公眾距離的一個概念 好 所以呢 公眾距離的部分的話 指的就是一開始要拍的那個大場景 好 大場景的部分 所以你在哪個地方 你就要用 等一下喔 OK 你在哪一個地方拍攝 那你就要先讓人家知道說 你拍攝的時候是在哪一個位置 是公眾距離 來 第二種 這個 這是類似那個 我剛講的 這是時空 就是1969年那個經文的畫面 那他們從 军官 军的部分 看過去 然後這一堆人遷徙過來 好 那這個是高級 實習生是不是 對 他那個退休後沒有事做 白天以前都是要上班嘛 他現在上班的時候 沒事 然後去買東西 大家都很匆忙在上班 凸顯出他的跟人家的落差 所以我們就會先帶時間 拍遠景 好 拍遠景 好 那這是中景 中景 中景就是發生什麼事 這叫社會距離 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他就會像我們剛才那一個 我們剛那個有 我在這間 這一個教室裡面 所產生的事情 那叫中景 所以我如果拍你們這樣拉 都是中景 社會距離 好 最後一個這個是 這是例子 從剛才的遠景之後拉到中景 下面那也是 從剛才的距離拉到中景 中景他就從某一個雜貨店走出來 手上買了一些東西等等的 好 最後一個是特寫 特寫很挑演員 演員特寫其實很重要 就是你的表情要能夠到位 所以這個真的是要練習 就是特寫的部分 那特寫像這個就是 你看 導大媒 很有導大媒的感覺 對不對 然後這是特寫 特寫他們在做什麼事情 這樣OK 好 所以是特寫 你們只要把握這三個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是出鏡跟入鏡 當然他有剪輯過 以中間這個畫面來講 固定的鏡頭不動 他進來演 頂中左右 然後這是另外一個分鏡 有沒有 以中間這個鏡頭來看 然後轉 來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模糊 這是不是清楚 剛才是不是這個模糊 這清楚 這在表達什麼 對 重點 凸顯重點 重點 那這個 微導有軟體可以做 它是特效功能 就用特效加就可以做這種效果 可是要看版本 這跟版本有關 好 來 所以這個是要跟你們看這一個 出鏡跟入鏡 所以你看 出鏡入鏡的概念 你鏡頭放著不要動 那如果你需要左右 那就是運行過去就好了 OK 好 這也是 簡單的說明 那這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鏡頭的焦點 它可以掌握視線 所以這個畫面來看 誰是重點 後面那兩個 這個就故意給他打樓焦 懂老師意思吧 這樣你就會知道說誰是重點 好 這也是 視線的話在角色上 然後呢 因為他轉過去了 所以改變的換後面 所以等於是說 導演引導著你們去看畫面 他的重點是誰 好 這是 這是後製做出來的 不是拍出來的 這是後製做出來的 OK 好 那這是橫移 橫移的話我今天會教你們 就是我們在拍的時候 像他們兩個在對話 他們兩個其實是素人演員 那這一部片子裡面呢 很多的鏡頭 都有橫移的效果 可以讓我們再專注畫面用的 你看喔 這個 這個有橫移 還沒這個有 這個 一點點動 你們看 一點點在動 一點點的 這就是橫移效果 那我今天會教你們 視訊裁切可以做得到 而且嗎 讓鏡頭都有一點點橫移 所以這一部片很多橫移的喔 那這也是一種橫移的喔 那這也是一種橫移的方法 這個 在美國那種劇很常用 推過來 一條線 然後停下來 聽懂老師的意思嗎 就是橫的 例如說 穿著Prada的惡魔 有沒有看過 那個女孩子走進來的時候 脫衣服給他 包包給他 然後一條路走完 有沒有 那就是橫移的技巧 他只是用 直線形的橫移 不是左右形的橫移 那這是左右形的橫移 OK 這個也是橫移的 就這樣慢慢推過來 他把一件事整個走完 聽懂老師的意思嗎 就是看你編劇要怎麼寫 然後這是我去找資料 一般要架這個東西啦 哪有錢 是不是 所以你看攝影師要這樣 自己穿直拍輪 攝影師都要列過 你看 他不然就用這個 這種滾輪自己做 對 用推的 就是運鏡用的啦 那我們用那個椅子也可以推 好 那這也是橫移哦 這是推移 前後的 他是要強調那個戲劇張力 這一部片都素人嘛 所以他們用了很大量的這個技巧 你看往前推 看到沒有 一點點一點點 如果停住很無聊啊 對不對 還有一點點一點點 要很慢哦 要很慢哦 對 然後他就走了 慢動作 還在推 這邊還在推移 這是慢動作 同學慢動作 演戲的時候要故意慢動作嗎 當然不用啊 會跌倒啦 OK 你就是拍就好了 然後我們到時候鏡頭再來處理它 好 所以這個也是 平移的 那這個是特寫 推移 我這個很挑戰 挑戰 挑戰演員哦 那表情很重要 很重要 看到沒 這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這樣拍的 知道嗎 對 如果你們找的不是戲精要小心 他比較沒有辦法這樣拍 你看他的表情 嗯 就是演戲很會演 好 那 這個 這個還好 看一下 那這個等下我 這是那個 對話的 對話的話 其實剛才你們看那部片子也是 我都教學人要過肩拍 聽懂嗎 不是過肩摔哦 過肩拍的意思就是 我們要能夠表達說 你跟誰在對話 就像A景就是 A就是過肩拍 從你的視角看他 代表你在跟他講話 知道我這意思嗎 所以拍的時候 他就不會只有一個人特寫 他一定會把 景裡頭的其他的人也都帶進去 就是對話的鏡頭 那對話鏡頭的 那個鏡頭要怎麼擺 你們覺得呢 鏡頭要怎麼擺 假設說他們兩個對話 你們覺得鏡頭要怎麼擺 走過來 對話 好 鏡頭怎麼辦 你們覺得要幾期 如果 要幾期 三期 兩期 其他人覺得 好 第一期放哪裡 如果要拍他 要怎麼放 我會從這邊拍 這樣拍 看懂哦 第二期咧 要看他 那就是這個角度 OK 或是這個角度也不錯 因為他這邊角度會更好 我覺得這個角度更好 聽懂嗎 第三期 正面 拍兩個人 對 那 不一定要到正面 其實有點側 也OK 因為 如果你放正面 有可能這台機器會拍到他 那個機器會拍到他 所以你3C還要躲掉 知道我的意思嗎 要躲掉 所以 拍攝對話鏡頭啊 要盡量用多機 拍起來效果會很好 然後外力導演他有功能 可以讓你三個鏡頭 同時對聲音 很厲害哦 目前他是獨家哦 他可以對聲音 你們就可以馬上抓出他的位置 來 那長這樣 看一下 ABC 看到沒 A的鏡頭是這一個 拍女孩子 A是拍女生 有沒有 B是拍兩個人 所以B放在這個位置 拍兩個人 你看他兩個人都有入鏡 這個C是這一台拍男生 看懂哈 所以你兩個人入鏡不一定要平的 因為怕A跟B會互相達到 所以他就會拍有點 他的位置就有點側一點點 就是要會放機器 不要互相都入鏡啊 知道嗎 對 所以這個還在拍的時候要注意一下下 這是交談的鏡頭 OK 好 來 那目前為止都沒有問題了吧 對 大概知道一下我們是怎麼做的 然後剛同學的在這裡哦 我給你們 素材杖都抓了嗎 來 男主角要來囉 好不好 哈哈